大明星花花今天再次给大家表演优雅落地 花花我下来了 简直和昨天一模一样 之前叶子还是弟弟的时候下木甲 手不够长 让姐姐来凑 我们的叶子是懂怎么优雅落地的 爷爷今天连续第三天给姐妹俩准备果盘了 经过前两天的尝试 这次果盘去掉了火龙果和橙子 今天是情人节 爷爷还用胡萝卜摆了一个心形 感觉他一直想培养姐妹俩对胡萝卜的兴趣 花花叶子还是只爱小苹果 姐妹俩吃得起劲 叶子吃完苹果就走了 花花准备当个不挑食的乖孩子 对 这东西怎么这么难吃 对 花花已经尽力想给爷爷捧场 可惜他还是接受不了胡萝卜的味道 爷爷对不起 花花我还是吃不了这个 对 花花吃饱了就直接在水池边的小树林里面睡觉 叶子妹妹今天有点雄来风 她先去水池里洗了个澡 浑身湿漉漉的就来耍姐姐 感觉她是把姐姐当成了一个用来擦干的大毛巾 花花好不容易爬起来 又被叶子从后面偷袭 叶子这个熊来风有点猛烈 花花被压得动弹不担 妹妹在花花身上滚来滚去 因为刚才两姐妹都沾了水 花叶身上都沾满了各种灰尘树叶 谭爷爷看到这种情况都要脑壳疼 下午叶子的熊来风还在继续 花花正在躺着吃竹叶 眼睛的余光披向妹妹的方向 叶子一顿组合进攻把姐姐打了个措手不及 花宝鸡情绪太稳定 这种情况还在笑 叶子太兴奋了 来了个两脚朝天 有不起我躲得起 花花起身走开了 叶子还在继续兴奋 今天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高兴 给大家表演舞诗 下班前两姐妹来了一场 久违的秋千大战 花花扛住了叶子的进攻 还把妹妹赶下了秋千 虽然自己也跟着吊了下去 花花还是捍卫了秋千的所有权 花花今天和妹妹打累了 就直接在秋千上睡觉 秋千今天成了花宝鸡的吊床 花花在上面一笑睡到了下班时间 一直到被爷爷喊回家 花花花 花花才懒洋洋地爬起来 给大家表演了一个施后功 宝鸡美情人节快乐 大家明天见 再聚 eyes ordo language 混版 融赛